就是我一年半沒看球 然後之後看了第一場 然後我覺得就是真的是有進步 就是跟我這些看抖起來 那我覺得就是當然就是過程有一些衝突 就是可能球迷不忙 可是我覺得這都是比賽的一種 就是運氣也是實力 那因為這衝突 那如果我們實力跟強勞 這樣我們就有那些可能對我們不利的事 就不是問題可以靠實力 就是整個比賽下來 我們是有公司 可是其實約旦的公司還是比我們多 就是蠻明顯的 然後我覺得可能球傳中到球門了 可是卻沒有前輔或是一些球員基石的故事 就能把他基石都一腳進球 防守的方面我覺得其實跟我之前看其實差不多 就是我看國外比賽 就是他們陣型是蠻明顯的 看得出來是有陣型 可是台灣有時候其實 有時候看不太出來陣型 就是後方可能會一起在一頭 所以可能就是要改善 可是我覺得整體其實已經進步很多 因為畢竟我們也沒有像國外 有很多完整的制度或是硬體設備 但是球員都很厲害 所以我把他們提的怎麼樣 就是記住自己 其實我覺得台灣球員的努力啊 然後這一點我真的很感動 然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球員有衝突這樣子 但是之後也是被劃解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像就是有幾次就是 我們覺得要給約旦公司還是沒有給 或是他們拖時間 拖時間是可能是整場球迷最不滿的地方 有一球是補進 就是溫街有爆竹 就是有點脫鬆 然後補進去那個球 所以我覺得就是 其實踢鬥什麼有點 會讓球員不滿 因為畢竟溫街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本家 然後我覺得不滿的還要 可以一直講不滿嗎 可以啊可以當然 超懶 有時候會覺得他們好像沒那麼嚴重 可是 就在地上滾 就是 有時候 裁判沒理他 就他們就自己 爬起來就繼續跑 我覺得 這可能也是拖時間的戰術 我也不知道 可是就是面對這種環境 像我一樣 就是因為這個不滿 會化成我們球迷 更支持你們 動力 文化不同 就是 台灣人感覺比較不會那麼衝 可是感覺 約旦那邊 就是 會比較 直來直往 這樣 像 就像我們剛剛有衝突 可是剛剛台灣有球員受傷的時候 約旦的那個 首美們也是第一時間 跑出來幫助他們 所以他們不會 就是 不會記得 上一次的那個仇恨這樣 進場就是 隔壁的觀眾的氣氛就會很影響到自己 如果看電視的話 頂多也就五六五秒吧 所以那個氣氛就比較不會 比較不會 進入那個氣氛 我覺得 維陽跟 浩瑋一直都是 大家很 就是 蠻欽佩的球員 因為他們畢竟在中國 踢過球 或踢球 那我覺得他們 的跑動 其實跟 其他拳人 就是有差 其實他們比較會去注意 喔 現在球差了哪呢 就是今天那個球 要搶得進的功能 就是我覺得其實 旅外跟 在台灣其實還是有點差 他還有 Will Duncan 我是蠻佩服他 因為他 年紀比我還小 兩個月 他卻 有那個 能力可以登上國家 我覺得 他的 他是一個很積極的球 就他跑動的那個 範圍是蠻大的 他會 努力的去追求 然後想辦法 要把球超過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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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